你有跟我知道什么是speed driving? 快速加速 超速加速 厉害 我看看它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 它是 它是分了两个字 不要一个字 我看看它应该怎样写更好 speed driving 它是否加了一个mine 有像两个字一起的字 这个组合出现一百万字 这个组合是一样的 哦 没有分别的 那跟着呢 要分开没有分别 没有理由的 你去交的话 都没有 哦 政府的 speed driving speed driving 这个组合是一个行为 是一个行为 它先看 它是应该分开 分开的 high speed 最重要是tighten high speed driving 那我们分开 那我们分开一下 Jack Jack speed driving will die 这句你见到 speed driving 它的意思已经是 其实不需要在后面的 Jack speed driving 回答 它速速驾驶 就会死 OK 那这句呢 这个分词呢 可以省略在后面的 因为它本身自己 有些字就已经是完整意思了 是吧 那 跟这个呢 the girl waiting is my sister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将个子句 分字句里面再拆弱 当然 这个意思是 要用它才行 是吧 下面呢 Jack speed driving 会大 那 那 或者 对man 对young man 那个年轻的人 对young man speed driving 会大 那 刚才我们讲完了 它除了省略之外 它放在那个名字后面 之后呢 它还有一个位置 它都放在那个名字的前面 the young speed driving man 会大 或者 the speed driving young man 放在这里好一点 因为young man 一起好一点 young man 一起好一点 the speed driving young man 会大 我想说的就是 精简完之后呢 它这个位置呢 就好像一个形容词 所以它放在这个名字 如果大家呢 这里有小小名的话呢 那你不是 你小小名就这样 因为这个已经是 崔丁琴的精简了 好 这一句 the girl disappeared 主的女生不见了 出失了 收完钱就不见了 the girl who was given the money disappeared 那女生收完钱就不见了 那将那个who省略 将那个动词全部附件省略 提取那个叫做 原动词出来 它是被动据的意思 所以用了第三格 那第三格 那第三格一定呢 一定会和这个 做一字 所以就用了第三格 好吗 这也是 anyone will be fine 这些人被罚款 什么人被捕了 已经被捕了 是吧 将那个who省略 将那个夜省略 将那个who省略 只是要那个动词的 那个被动据的形态 所以那些怎么办 那现在呢 例如 现在的指借就是什么 就是不见了那个女生呢 就是收完 就是给了钱 她就不见了 是吧 可能有些人被人的 惩罚完之后就不见了 就是有些人被人的惩罚完之后 那地图就不出现了 就是这样 那么呢 那个情景就可能 the girl who was punished 惩罚 was punished by the DC teacher 是吧 那个女生 她呢 被DC老师惩罚的 不见了 是吧 是吧 好了 那我是可以将个什么 将个who 剩罪的嘛 将那个鼻动据 所有的副件 不要的嘛 只要鼻动据的形态 是吧 加上后面那句了 就变成什么了 the girl 是吧 抄下来 抄下来 punished by the DC teacher 是吧 disappear 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很难道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呢 我说 他后面的纸巨里面 这个纸巨里面 这一句 其实呢 那个 被哪个惩罚都不是重点 每人都是罚她 她这么坏 被哪个惩罚都不是重点 所以被人罚呢 被人罚的那个女生呢 不见了 ok 所以呢 原来呢 如果说 the girl waiting is my sister the young man speed driving will die 如果这里明白了之后呢 她可以移上去前面 是不是 现在同样地 可以移上去前面 the punished girl disappear 被人罚完那个女生呢 不见了 所以punished这个字呢 可以留在这个名字的后面 亦都在这个名字的前面 对不对 同一种东西 多一个 多个例子给大家看看 ok 那这个呢 就是最 最精练的一个形式 那好了 那我们讲到这里之后呢 大家如果有点名的话呢 接下来呢 就会决定呢 是用意的部分 这一句 这句 这句 It is a boring thing She is the waiting girl Girl 大家明白吧 是吧 She is the waiting girl Waiting是放在女儿上的 代表它主动的意思 是等着的 那女孩 Waiting是等着 Boring就是 梦 没问题的 是言用词 是吧 OK 好了 所以 It is a boring thing 以及 The film is boring 是这样来的 Boring是一个言用词的 它可以摆在这个名词的前面 它也可以摆在这个名词的后面 The film is boring 没有问题 好不好 好 再下去了 那块肉呢 Frozen是解冰冻的 被冰冻的 即被冰冻的 被冰冻的 被冰冻 就叫Frozen OK 那块肉呢 是被冰冻的 The meat is frozen Frozen 是一个叫动词 来的 你看动词那个词 它缘缘动词 是这个词 Frozen 它的歌声是什么 A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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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饮用词 It is a frozen meal 为什么 这是一个被动的意思 肉是自己冻不冻 肉是自己冻的 温度不是肉控制 所以很多物件就会这样 所以简单来说 Ing就是主动的 那个女孩被懲罰 这是一个被动句 他说什么呢 我看在下面 我看在下面 那个boring的意思 其实这里有一个意思是主动的 即是那张气令人觉得很沉悶 那张气令人觉得很沉悶 是主动的 为什么要用一个叫弱其三格的同词呢 因为那种是被动的 我同样道理 那张气很沉悶 他会用什么被动 你刚才有考验一样 bored 是的 所以他认为可以bored 例如 I am b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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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he is good now OK Jack is an interesting boy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男孩 但是现在觉得他很沉悶 OK Interesting是什么意思 是一種主動的 加到NG 主動的 不過我呢 他是被悶 沒事做 他被這個生活悶親 他就是他被那個環境悶親 所以是有分別的 我來以後 例如我说 奇翁 is a boring person 他是一个很闷的人 主导的 令人觉得闷 这样 but he is interested in the film 但是他很有兴趣 在那部戏里面 对那部戏里面很有兴趣 我们来说 Into the girl 他是一个很闷的人 主动的 令人觉得闷 但是那部戏令到他很有兴趣 那个女生令到他很有兴趣 所以刚才有很多动词 他可以加ing 就是一个主动的意思 就好像waiting girl 是很有主动的意思 这个动词同样 同一个字 board 或者interest 同一个字 他可以加ing 他两个都可以加 一个被动的意思 就好像被惩罚的意思 就好像被惩罚的意思 明白 应用词可以放在什么 应用词可以置于 那个名词的 在前面就可以 在前面 在前面 他有一个分词短句的浓缩 所以他就可以放在后面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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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很多语言 好像很复杂 因为他真的有很多 但你忘记了那个变化 不要紧了 看我的频道 好 那我们继续推进去 那个 叫做这个 我都看下去了 他说 现在 婚前 一般 是有主动的意思 一般 而且 多数是正在进行的 例如 The waiting girl 等待那个女孩 OK 相反 但 过去婚前 即是那个 加了这些 第三格 Punished 那些字 Punished 是有被动的意思 而且 通常是表达完成的 同一个字 是 这个 boiled boiled 这个字 它是解 那个叫做 沸腾 沸腾 就是水滚 沸腾的意思 是 boiled 沸腾的意思 boiled 沸腾的意思 be careful with the boiling water 小心 潜心 解释 小心 什么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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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腾的热水 还有呢 滚水 水在滚 是主动的 水在滚 是主动的 水在滚 水在进行的 所以沸腾是一个动词 现在变成一个形容 现在变成一个形容 它主动的 好 第一个 drink only boiled water 什么意思 就是 drink 只是 喝 被热水 被煲滚的水 是不是 那你想想 你才把这个放进去 只是忍严感的水 drink only boiling water 噢 只是喝 沸腾的水 是不是 他告诉人家 瘋了 所以呢 是吧 动词 同一个动词 可以 转成 IMG的形容词 或者这些形容词 他们通常表达 IMG比较主动 和进行的 一个精警例子 你马上锁住 这些已经完结了 通论解完结 和通论解被动的意思 OK 再下去了 The greenhouse effect is thought to be the cause of the increasing temperature Greenhouse 就是 温室的意思 绿色的屋 绿色的屋 就是温室 Greenhouse 那温室 大家知道后面的字 是解效应 温室效应 是被认为 Thought这个字 是升那个字的二三格 是被认为 是那个原因 什么原因 上升的温度 的气温 是被认为 温室效应 是被认为 是个主缘 这个动词呢 是被认为 是那个原因 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 上升的气温 OK 那气温呢 是个上升 这个字解是上升的意思 它的原应动词呢 是叫做increase 有个e在这里 increase 那是原应动词来的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言动词这样的 叫做ing 是个上升的气温 它们在进行的 主动的 在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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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那么精净 这个机会就是 记得一个最精净的 Be careful with the boiling water 扑上去 Be careful with the boiling water Drink only boiled water 好吗 这一个好理解 已经就够了 所以记得多了 一会再问一下 先看这个 The story is interesting 故事很有趣 主动的故事 令人有趣 故事令人有趣 I am interested in the story 我被激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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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避过故事 OK The boy is annoying Annoying 的故事 很犯厌 很犯厌 那个男生 很犯人 很犯人 people are annoyed 人们被犯厌 被罵犯 OK 同一个字 加硬之鸣 这些不同的 point